MineMineMilk 說到MineMilk Plus 對部分人來說不限於R10、R11、R12甚至到R14的玩家 改版後我一個不愛好的就是這次白巴頓的魔王守門員Credit 或稱學分之類 歌曲從Milk版釋出之後大家就要紛紛猜疑是否會跟18段的Amazing Mighty一樣 果不其然玩家們還是逃不出SEGA的練材手段 不愧是念作SEGA就找公司了 本次影片是為了讓怎麼打還是打不久吸 又或者是想要得到更高分數的玩家 了解Credit同譜那段好玩的節拍以及最後花生的時間點所製作的解析影片 當然不是好的解說 不過總比看著0.5數普面不下百次不停投錢的還來了 吧 解說開始 開個燈好了 呃...對 你可能會懷疑怎麼不是放普遍之類的解說 因為Credit的難點特別之處就是在 除非你是超強的木牙神人 不然任誰看到這一大船 近光速飛過來密密碼的東西 應該是反應不及的吧 近期質譜是越來越喜歡把麥麥當成耐鼓達人的 我的解析法是從一個彩牙大那邊學到的 背節拍以及聽清楚音樂的節奏 可以聽到洗腦的那種概念 從1分11秒開始到break接滑心 總共可以分成四段 每一段的節拍都大同小異 只要把第一段節拍背起來後面大致上就沒問題了 甚至想要閉著眼睛打都可以 所以第一段是很重要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0.5速的第一段節拍打法 手指代表左右手 接由EA按鍵號碼寫出數字 有注意到復拍了嗎? 復拍都是左手 而且除了開始的第一下是右手之外 所有拍點都是左手起 左手接右手的節拍會稍微快一點 放慢給大家看一下參考 這段就請各位可以停在這邊重複多看幾次 跟著打節拍 可以一直接著打下去 像是這樣 剪一被守後後面三段就輕而易舉了 接下來是第二段的0.5倍速 稍微有變化的只有後面的唯一拍 是按二號鍵的 其他都一模一樣 可以聽得出來那一拍的音樂聲音不太一樣 只要知道他聲音也就好了 其實木牙也可以 畢竟他是最多比例拍 滑心頭的拍點跟第二段的特殊拍時間一樣 之後是最重要的break 最後我們把這四段用0.75速接起來 到滑那條很慢的滑心之前 如果你有90%以上 那麼恭喜你 你還是有機率不會過 原因是因為這條比你的R10成長速度還要再慢的滑心 總有可能會紅紅或綠綠的 有些人可能知道其中的公式 又或者都是用木牙的方式處理 不過幾次的木牙常識裡面總會有機率紅掉 在這裡跟各位提供一個最簡單 就能看見黃黃滑心的訣竅 前面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健康操吧 就是那種老是會喊說 來 各位同學起來 1234的這個節拍 他用在這個學分裡面就能滿分了 首先是起頭 從什麼時候開始數呢 就是break一下去的那一瞬間 開始數1234 一直數到4234 他的2的時候 點下去剩下的滑心 是最準確的時候 在這邊用一下 踩他大大的影片 好 希望這部解說能幫助到各位 然後沒事就打個節拍 還有上個場看到普面飛出來記得 不要慌 用你記清楚的節拍去打就好 最後祝人人都過八段 救救FC不可能